接著下來的第三場 去過重化的馬有6號和10號 三班的1650 三隻手指的馬都有五隻 另外七號水箭龜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去過重化的 先看不羈的風的賣變 外面是旺曝必星 旺曝必星戴了一個頭罩 那些馬是有點縮矣的 但是不羈的風可能是否要閘回來 上次閘都出不了 輪到這隻飛天劍 轉戰中距離 這隻馬亦都能保持穩定性 他跟以前跑1200米的形態 出跳已經有些不同 他跑1200米的時候 就會比較火猛一些 這隻馬勢勁一些 現在去到中距離 這隻馬亦都收斂了 是好的 這隻就真是 我覺得他分是差不多 就是有點準確 但是他真是很fit 外面那隻型加費 眼罩、札利 你看他拍下去真是好好火氣 好好體力 今早跳的青蛙王子 我覺得可能國能 第一次操這隻馬都未定 我覺得他處理得不太好 全程都是有些搶 這隻馬穩定不了走勢 好了 接著是白路飛翔 這隻我看他真是躁躁 不斷做 不斷做 他是跟你捏第一鋪的 不過他有風險 就是出閘慢 我意思是第一鋪他增情 接著輪到這些擂台等 肥仔威威 九月十八 試了這個松化試襲 我自己都由開季到現在 說了這麼多組松化試襲 差不多這隻肥仔威威 和紅衣震撼 是最好走勢的兩隻馬 尤其是 比如這些在松化的助手試 有時都是隨意一點 好早就跌高了 好少說他自己這樣撲上來 那個勢是這麼強的 所以這些馬還沒見過 厲害 肥仔威威 這些就是草草賣賣 白路飛翔那些 跑了一場 跟著爭情不斷做事 但那隻馬會慢襲 這隻應該不是那麼耐薄 那就對 接著見到水箭龜試襲 當日早就有國能去試 最終就給了周俊落去跑 帶了個白臂窟的 9月15日走著跑道的中央 前面那隻就宜春輝煌 也跑旁邊就知道必勝 我們都看過了 這組集中距離或者千八 性能的馬尼 這隻水箭龜 所以這些短途集 他沒有特別去特別推騎 只是一個開氣 順走回來 第七第八位 過終點 9月15日 那些場地有些變化 因為這隻水箭龜是一隻 神速裏面很勤力 一跳過 你都覺得挺精神 挺精神的馬 那狀態不差 這隻 水箭龜是第二選擇 這隻情趣是第一選擇 就是霍利時馬防的馬 但我覺得這隻情趣欠一些活躍感 加上在三班競爭力就不夠 還有沒有進步空間可言 這隻是怎樣呢 這隻是盡力之成 跳過都沒有東西 不要那麼捏 不要怕它被削掉就可以了 狗盪 怎麼跑 都是縮住的 要沒辦法 接著就是永益線 特區聯盟 9月24日 這個是重化集 永益線就戴了一個紅眼罩 他都很容易認 跟著前面那隻馬就移出一個中路 那部段都一路逐步逐步追上來 他又不是大力推騎的 你看看外面那個特區聯盟的助手 神祖已經跛高了 這些根本沒有吃下去 純粹是隻馬自己順走 你看看前面那隻 穿著馬會賽衣的那位助手 就認真一點駛下去了 所以他特區聯盟是順根的 沒有考驗過 再看永益線 還在重化的時候 回來香港 其實他也有跳了課 在星期日早 不過我覺得他的勢就不是很厲害 後面那隻 來到第三場 六環彩的頭關 三班鐘距離 我覺得這一場 只有十隻馬跑 形勢上就不太複雜 因為有幾隻馬都較為突出 還有你看看他們那些跑法 前中後都包到 譬如擺前面走的 就是有飛天劍 我覺得這些 還是一個盛年的五歲馬 還有高東尼你看看他跑很多 今季都是 熱了身一鋪第二鋪的馬 很多都變身 變很多的 也很多是熱了身 再提升了名字 也都見很多例子 要選擇 首好位的馬就是有形家輝 這些就是菊草專家 後追就肥仔威威 加上那隻盡力之城 我想這四隻是強的 特出的馬來的 大家視乎當時的賠率 去捧哪隻馬 即是去捧哪 或者Q 如果大家覺得 猜不到哪 就四隻回覆了 我覺得較為穩陣一點的做法 因為水戰龜那些馬 他不是不好 他很準 但我覺得他一理 這隻馬有些均促 未必說可以殺得到頭兩名 還有周俊諾可能夾開 霍利時都可以的 大家跑馬或者合作 但水戰龜你要回心再想一想 這隻馬以前在走圈的時候 他都會比較有過性 他試過的 在那邊走下 然後停下 那些東西 即他是神操一隻 容易吸引眼球的馬 但是不容易發揮的馬 至於那隻二號的飛天劍 上次是砌得很厲害 這樣才能搶到一條Q 因為這次排到這個檔 我又會怕他有些難跑 那你一號不羈的風 上次都覺得可以搏 但是出閘都出不了 那是不是真的要加一些配備 一閘回來呢 只是戴眼罩不行呢 所以我都是六的了 肥仔威威 草草賣賣 六五啊 三啊 其他到時再想 第三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